在事故帶你來看到苗栗頭糞的橫移化工廠是精傳劉華清外洩的意外 現場測得最高濃度達10ppm 這廠方是迅速的關閉管線 消防隊貨爆之後迅速到場撒水來吸食氣體 但很不幸還是有六人送醫 其中一人送醫時已經意識不清了 情況可說是非常的危急 男子接觸劇毒劉華清 消防人員緊急對他沖洗 台上救護車送醫 又有一名員工被救出 消防人員指揮化工廠人員集結 所有員工同時也佈水線噴灑水霧 稀釋外洩的劉華清 因為現場測得最高濃度達到10ppm 恐有起火危機 吸入過量還可能致命 我們已經在工作了 發生什麼事情知道嗎 我不知道 苗栗頭糞橫移化工廠 五日晚上快十點 發生劉華清外洩意外 導致六名員工送醫 其中一人送醫時已經意識不清 情況危急 據廠商表示是製程中產生毒物流化氢 造成六名的員工因吸入造成不適的狀況 一名意識不清 然後其餘的人員都意識清楚 然後是預防性送醫 幸好意識不清的員工送醫搶救後逐漸恢復 小便